恢復健康了 那我現在講幾個例子 講我自己親戚的例子 講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像膀胱 膀胱有問題的人 就是像我一個表哥 他說他在香港 我那天去 他說我已經開老什麼時候 又化療 我說幹嘛 他說 醫生說怕我用第四期又什麼期 我對你什麼原因去 去癌刀死了 他說 我就前一陣子 就去醫院之前 我就覺得有點便秘 然後醫生就說 我什麼膀胱有什麼什麼 就要切把膀胱拿掉 然後又化療 又怕變第四期 我說哎呀 這個你又是跟我先生上當了嗎 差點上當了嗎 我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明明是消化系統 有結實嗎 你便秘當中的消化系統 那差不多問題 怎麼會跑到膀胱 跟膀胱有什麼關係 切掉了 一切掉以後 等一下 好了 他說 我說你沒有關係 你等了你排完結實 你弄完之後排結實好了 他也沒排 那排現在怎麼樣 又轉了肺 所以你看 這種是不是亂搞 這種一刀嘴不能亂切的 你切了 他說哎 航空很乾淨了 什麼第四的 又怕第四期 什麼第幾期 應該打得很乾淨 怎麼就把我肺裡面去了 我們照我肝膽還是 把書上的他講 艾特波士兵他在講的 他說你這一弄完以後 你這個絕食越來越多 你切了沒有用 你是要把裡面的體內環保追蹤 我們常常都沒有注意到體內環保 常常都哎呀 外面洗它很乾淨 我們體內才真的需要處理 幾十天下那個腸子管子 一大堆 都有可能有結實 肝膽 大小腸 腎 都有 都可能有結實 只是我們沒有去看它 但是很多人排出來 第一次排出來 非常難聞 那個難聞就比陰溝水還髒 所以說我們要不要去做 做這兩次看看 然後你看 你如果你的肝靈的血 越來越少的時候 被結實再滿的時候 它有肝是長血的 然後又過濾的 然後你的裡面有結實 它的肝都不軟了 不軟的時候 它就硬了 越來越硬 你晚上躺下去 為什麼沒有吃別人 你越冷越硬 它晚上想多一點血 進去衝衝衝 都沒辦法進去 肝沒什麼收縮力了 沒什麼收縮力啊 所以在Cat上有個女士 她是吃素的 她說 吳姐姐 我什麼 我已經吃了藥 二十年的降血藥藥 然後又睡不著 怎麼辦 我說你試試看 她說現在二十年降血藥丟掉 她說你現在慢慢慢慢 睡眠也好起來了 我說你趕快看 趕快把你自己弄起來 她說好好好 現在我興趣的好多了 所以這個是體內環保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沒有往它放了眼裡 那還有些呢 你的血 到時候你可能打你的血 她有一個她有 她講一個特性 她說你的血越來越少 甘膽的血越來越少 它越走越慢 越慢 甘膽的特性 那個血的特性 你越走越慢 它就會越稠濃 越稠濃的話 你越打不上去 往上 它更什麼東西打 那我們左右兩邊 我那個甘膽來吃飯 有把那個 別地方的甘膽的 那個筋窩 倒過來 那左右兩邊 就是那個膽經 所以偏頭痛什麼痛 其實是跟膽也有關係的 那你們有機會可以看看這個經過怎麼走 然後後來那個佛科威研究了八年 他也是寫了一本書 他講 他講人頭痛 吸就很難治 他說一天早上止痛 要止了半天沒有用 他說我們中醫就反而是有道理 他說中醫呢 我們就用血液 氣血來循環 這個循環太重要了 吸呢 現在是他們的所有疾病 真正的原因 他沒辦法拍上盲點以上 他還對氣血沒有研究 所以每次的病 都不曉得怎麼處理 只是止痛止痛 所以像我黑婆也是 他從來也不頭痛 他一講頭痛的時候 他到醫院去 給他一個指護 第二天 他手腳全部硬了 就掰了 就掰斑了 就跟我們現在總理管的Julie 一樣的狀態 Julie也是這麼 頭痛一下就走了 原來看看好好的 過了十來天 就這麼走了 就是這種 這種現象 就這種 那個濃血 血越來越多 我們乾的血 要打到心臟 再打到肺 然後肺呢 在右肺上 交換二氧化 能夠氧氣以後 再到左肺 再到左心室 左心室 再從左對面打出去 再打到全層層 你應該覺得很成功 打都打不上去了 像我那時候 我沒有拍 其實我也心腳痛 腳了三個半小時 病棒病棒 那時候他去融融體檢 檢查一個月之後 就發生那種事 後來我發現我的乾受症指 就是SGOG SGB 不正常 偏高 別的都沒什麼事 就是這個引起來的 後來我一排完解釋 他這個瘋瘋瘋瘋的下來了 瘋瘋瘋瘋的下來了 都下了 本來是他的標準是40 我一個是41超標 一個40 後來瘋瘋瘋 變19 11 15 這樣子 瘋瘋瘋下來了 然後去年就是 2011年的9月份 我到北京去旅行的時候 他們在推銷一個 扁石的 那個叫扁石 黑色就像我們以前寫毛筆 那個宴臺那種石頭 做的那種珠子 像鏈什麼 他說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等等 之類的 他們也推銷之前 就是說 每個人在我們的石子 指甲根的地方 低利油 他用放大鏡 對著上面牆壁看 看每個人的血管狀態 我的血管是最直 顏色最清澈 沒什麼雜質 然後他們其他呢 講的降血壓降血糖 兩鍋存的藥 吃了一大堆 結果他們的血管 彎彎曲曲 你們黑黑的 幾乎已經暗得很可怕了 那個 就從這個小小的血管 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實際上 我們長起來 這個指頭 也根本頭有關聯的 肉眼都沒燒 手腳的指頭 跟頭上吃 都是末端 你如果這個血管 都已經這樣的話 不清不楚的話 所以 你吃了那麼多藥 有什麼用 你 那個石頭繼續結石 你去切那個什麼 癌細胞什麼 那個癌細胞是我們生來就有的 你不要去亂打打殺殺 沒有用 是我們自己肝膽 堵災以後 血不夠了 它細胞沒東西吃了 淋巴也沒東西吃了 淋巴本來 淋巴的功能是 運送養分到細胞 然後又把細胞的廢棄物 甚至它每天 即使一個健康的淋巴系統 它每天都要送 上百萬的癌細胞出來 就死掉 還做什麼變化的 老細胞 什麼細胞要出來 如果它 你看這個血管 它裡面堵了 淋巴就沒有東西可吃 它也沒辦法做 做運送的問題 結果堆堆堆 這裡一塊 那裡一塊 就長出東西來了 是這樣子 這個肝膽牌上 他們上面就這麼說 我是看我在裡面 得到的知識 所以我覺得 他們是蠻值得看的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然後現在我還在講 就在講我 我兩個就這樣切切切 哥哥 現在也賣移到肺癌了 那我先生 他那時候也是 醫生說 2009年的時候 他說 我小的先生就便秘的習慣 沒有說膀胱有問題 他也說 一定說膀胱有 那個男費醫生 一定說膀胱有長東西 一定要切片 我說不能切 我小的年紀大的人 更是不能切 一切了 蔓延蔓延更高 那無法收集 而且那個癌西瓜 也沒怎麼脫掉 我也 我就沒兩兩千 那我先生肉質 也是被嚇了 好像 只有一年可活了